蔡老师你好 你好 我们来介绍你这个会员展的两件作品 好 老师一开始还是你先把个人相关背景先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新竹 我过去都是在做庙宇的工作 我从13岁当学徒一直到现在 如果工作的累计应该是今年第55年 就一直在募工 对对对一直在这个行业在工作 好那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次会员连展是选出色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你怎么样选出你的作品来做展示 带过来的这两件作品 这一件玫瑰如果一推的话应该是推到差不多是将近40年前的作品 另外这一件南瓜松鼠它是新的作品 今年初完成的 那我们先来介绍这个玫瑰甕 它是不是一个这个树流树头啊 对对对它是一个背面来看 它是一个它是牛章 孔洞蛮多的那个 这个就是早期那种奇木雕刻大家都会特别选这种 它是树头所以本身就是不完整 就是很多的那个木结 那在木结挖掉以后 这都是木头的那个外框 比较稍微有点肉的部分 我就把它刻成一个玫瑰 所以一开始的这个造型的构思就非常重要对不对 肉少跟肉多要怎么布局 对因为平常我们只是看到这外面的雕刻 其实底部它这样子来做的话是其实是蛮有趣的 这个就好像人家玩石头那种天然的残缺的那种煤是不是 对对应该是这样讲没有错 这样40年前你的技法就很成熟了 因为我原本就是做庙宇的工作 所以这个提花提制很自然对不对 就是很自然都是这些花草走售 对对对对对那个花草类的东西自己也是蛮喜欢的 因为也就是接触到 因为原本是做寺庙这一个区块 有机会就是接触到创作的这个区块 然后就会就会找一些很特殊的木头来 也算是一个一个转型或者是一个尝试 试着做 那为什么你会提这个天心座这三个字 我的工作室的名称叫做天心房 早期这个天心这两个字是我的老师他帮我取的天心 就是那个天家彩火的天天丁的天 心是心水心火相传的心 心传营的心 是是是是是 因为我当初的作品就是用天心房的谐音 就是我用天心来做落款 到了没多久没多久电视上有一位很漂亮的女明星 就是天心他出现 后来那个那个很漂亮的女明星一出现了以后 我就改回原名 我就没有再用天心 怕大家以为你在称那个女明星的这个名字 其实你比他早就对 这个是天心座的由来 那我们来介绍这件是经年科的吗 对对对这是这是小品 这原本是我木雕教室的教学范本 后来我把它改成小品 它是一个属于传统的吉祥图案 南瓜在我们的传统的吉祥含义里头 它是多子多子多孙 南瓜南瓜跟葡萄 就是剖开之后里面很多子就对 对对对很多子 它是一个多子多孙的一个吉祥含义 加上它是帕藤类 就是表示说蔓延万代 它本身就是一个吉祥 那会配上松鼠 因为松鼠的尾巴很大 那我们台语来讲 就是说 就是这个含义 就是子孙旺盛的那个含义 大扒味 就是子孙旺盛 那你说这是你的教室的一个范本 那一般大概多长的时间能够完成 这个从一个木头到这样成型 从初学到可以做这样的作品的话 因为我的木雕教室是一个礼拜上一堂课 一堂课是半天 所以是就是一起接一起这样一直上 如果可以到科这个程度的话 大约是在两年三年的左右 就可以科这样的一个作品 就每个礼拜一次半天 然后持续两年 就可以到这样的程度就对 对对对没错 完全没有基础就可以两年就可以到这样的程度 完全从没有基础开始 因为就是每颗一键就是 成都就是渐渐加深渐渐加深这样子 就是从完全不会开始 好谢谢蔡老师 谢谢感恩感恩谢谢